機構防疫超用心 視訊問安好安心 視訊問安好安心 好 好 阿嬤身體健康一百里 好 好 這件幫你問好 好 好 我們今天很對我們訪念館 來所有的老人 老人福利機構 來進行方式 所以主要我們要了解說 現在遇到新冠肺炎的疫情期間 我們所有的老人福利機構 要補助我們的所謂 我今天來到建群老人福利機構 看他們經過的裝備 和他們所做的風險的準備 都準備得很完善 尤其他們也做一些階級的模擬 如果遇到有狀況的時候 有群聚感染的時候 他們要怎麼做 他們剛才的幹部的情形 就是他們要分區分流 分時間分衝分艙 分流分艙分區分時 這個部分 我相信他們有做好託生的安排 如果人所照的時候 可能一人一艙做隔離 那如果人數多的時候 那可能就會集中來做一些防疫措施 這個部分 我們都配合中心的機會 我們已經請老人福利機構 第一 禁止風氣 甚至用視訊的方式 來供世大人請我們問候 世大人也很配合 不僅是要留體溫 要住嘴阿嬤 甚至已經漸漸習慣用視訊的方式 來大家問候交流 讓我們在 我們會知道 我們是在這個安陽機構 裡面都很平安 很順序 大家可以放心 縣長特別指示 在我們機構的部分 這個防疫檢疫的 這個防疫的工作 要特別落實 所以我們在這之前 我們已經 我們的同仁這樣 一對一的 對到42個機構 跟他們進行輔導 包括這個就是整備的工作 跟因應的工作 如何防疫 以及發生如果真的 真的有確診個案的時候 如何來進行這個因應整備 目前我們每週 一週欺騙工作人員 我們各機構的這些工作人 一週欺騙的口罩之外 我們對於他們的防疫物資 目前也跟衛生局這一邊來做 今天早上也跟衛生局提出 就是說如果他們有需求的時候 能夠協助他們來整備跟購買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目前的這個因應工作 可以說是能夠提高這個準備 然後也就是在因應的時候 要把鋼匙提高 能夠不會措手不及 大家兩個沒有 我這還是在這條路 很少